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一题 它说空间里面给你三个平面的方程式 那第三个平面有位置数B跟C 那么,现在要问你说下来或者正确 A是说当B等于1,C等于1的时候 三个平面没有共同的交点 B是说B等于-1,C等于1的时候 三个平面恰较于点 C是说B等于4,C等于-1的时候 三平面恰较于点 A是说B等于1,C等于-4的时候 三平面恰较于直线 A是说B等于2,C等于-3的时候 三平面恰较于直线 这哪些是正确呢?怎么做呢? 好,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要考虑不同的BC 我们可以直接先来看 它整个的这个data等于多少 行列式等于多少 然后我们把三个平面它的系数 行列式写出来 data是1,2,3 还有E3-2 还有EBC E2-3 E3-2 EBC 好,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做出来它的结果是C-B加5 那这个如果它不等于0 当然就恰有1解 那如果它等于0的话 我们再考虑它可能是5解 或者无限多解 我们可以把整个平面都把它列出来 看看有没有平行的平面 或者重合的平面 那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很容易再来判断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加减消去法 或者用行业式的ΔxΔyΔz 再来进行判断 好,那我们来看 当这个不等于0的时候 当然都是恰有 恰消一点 好,那A的话 B跟C等于1 如果B跟C都等于1的话 这显然 显然不会等于0 一个加5 这一定不会等于0 所以应该是恰交一点才对 是交一点 交一点才对 这个错了 好,B的话 -1跟1 B是-1 C等于1 那这个也不会等于0 所以它交一点 这是对的 B是对待的 那C呢 它说B等于4 C等于-1 B等于4 C等于-1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是加起来等于0 那等于0的话 你就要看看说 那它是无限多解还是无解 但是一定不是恰有远点 所以这个是错的 好,那珠的话 B等于1 C等于-4 B等于1 C等于-4 这样也是等于0 对不对 那所以三平面会怎么样 我们就把它列出来看看 这两个平面是 12-3 13-2 12-3 13-2 一个是等于1 一个是等于-1 然后第三个呢 是EBC 1 1-4 11-4 然后这个等于1 那我们把它列出来 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都有X嘛 所以我如果把X消掉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2-1 那X就消掉了 是下Y -2 加3 -2 Z加3 就是加Z Y加Z 那等于-2 所以Y加Z 等于-2 那么如果1-3的话 X也是消掉 是下Y 然后也是加Z 等于0 那Y加Z 要等于-2 又要等于0 当然不可能 所以这个5解 5解的话 就是没有混合的焦点 所以它说 焦一直线是错的 应该是没有焦点才对 那么1呢 B等于2 C等于-3 B如果等于2 这个把它整一下 B等于2 C等于3 这个合起来也是0 以40的话 那我们把它列出来 一样 这两个前面两个是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 一个是2 再-3 我们把 X 2 这是-3 X加2 Y加3 Z 然后这等于1 一样的写下来 那这样子的话 到底是 这个 因为它等于0 一定不可能焦点 到底是5解 是无限多解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平面的 这个法向量 我们发现 12-3 12-3 这两点一样 所以这两个重合嘛 所以它有两个平面是重合的 有两个平面是重合的 这个100跟13 是重合的 那重合了之后 这12的法向量跟它们不一样 也不平行 所以它就会跟它们要交移直线 所以它就会跟它们要交移直线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简单看得出来 它应该交移直线 这是对的 好 所以我们这题的答案 选的是B跟E 看看有没有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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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